如果早上有來的話呢 就會聽到這個很酷的project 那如果沒有來的話呢 自己去看 然後呢 加了一個 加了一個Cat 因為可能之後Logo會有一隻貓 是Cat 不是 是Shadow Cat 好然後呢 今天大概做了幾件事情就是今天推了很多人 新的人 入坑然後呢 這個我們現在有設計師了 然後呢他們現在在畫一些Markup 這個是使用的流程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看 然後他們今天畫了這個Markup 所以接下來就會有人把它做出來了 好然後剛剛 子齊說明天晚上會把它架起來 然後 他說今天晚上吃飯要吃五個小吃 所以明天晚上比較有空 好 然後 還有一些新的問題 大家就是在 就是我有列在這邊大家可以考慮的 就是說如果有人來新增廣告 或不相干的這些連結怎麼辦呢 那有一個初步的想法就是說 他只能給就是Github的 就是他如果要加一個project 他只能給Github的這個連結 然後他如果是被你認證的組織 比如說是G0V的Github的話 他就會直接去找那個 就是他最後產品的頁面 類似像這樣 然後那如果 有一個網站是政府host的 但是domain name不是G0V.tw怎麼辦 這個我不知道 然後 另外就是今天有想到說 可以就是用一些 用一些關聯性的資料來 Mapping就是這個政府機關 是做什麼的 所以未來就可以看到 所有全世界跟可能 勞動相關的CVTAC project 或是Open Data 是哪些不用去翻譯 所以 那有想到其中一種可能 就是用這個SDG的這個發展目標 來當一種keyword 因為 這個SDG的這個永續發展目標 就是每一個國家 他們都會回去Mapping 他們自己 哪些組織跟哪些目標有相關 好 然後大概就是這樣 那 希望再更多人 能夠有興趣的話 可以一起來跳坑 剛剛還有想到說 如果自己加DNS Server的話 還可以做什麼 有趣的事 或者是就是 也許我們還可以 就是有這個 進階版幫這個 政府網站做落頂測試 就是如果 連到這個影子 網站以後 旁邊就會有它的落頂偵測 有哪些 或者是它用的這個 server版本是什麼 好 大概是這樣 謝謝